4月1號開始 前總統馬英九要登陸訪問 一共11篇 那這一次眾所矚目的就是 會不會有馬席二會 傳出在4月8號這一篇 因為蔡正元委員在這邊 蔡委員你是很篤定 說一定見的 不然去北京幹嘛 馬席二會是這次的重頭戲 而且大陸快速邀請馬英九訪問行程 也快速安排好了 這作業一定很久了 只是發邀請函很快而已 雙方都有默契 不是臨時起義的 那當然不只蔡委員 事實上昨天我請教了很多來賓 為什麼大家都口徑一致 這麼篤定一定會見 我想說大概台灣很少人有經驗 安排跟大陸的領導人見面的經驗 當時2015年紅席會是我安排的 我就知道說 邀請函只是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 最後一刻才邀請 並不是說哎呀 這個突然想好了邀請函 才開始安排 不是不是沒有這回事 一定事先把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行程安排 這樣子安排好了以後 好 雙方都同意這個行程了 才發邀請函 所以 而且 至少 一兩個位以上 我跟大家講 沒那麼容易 尤其說 你要進北京 這一定是花很長的時間安排 跟你上海倒不會啦 上海大概一兩個禮拜就解決了啦 但是到北京一定是很細膩的安排 那為什麼我一開始就篤定說 這個 這個邀請函來的是 習近平想跟馬英九見面 我篤定習近平想跟馬英九見面 有幾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 現在大陸上面的民意對台灣的敵意 是空前高漲 那習近平他們作為一個領導人 是真的想把這個氣氛緩和下來 你看吧 被我猜中了那個金門撞船事件 我不是叫國民黨委員不要衝在前面嗎 哪一天這個 這個大陸 大陸率先打卡下班的話 你不被丟在那邊對不對 我被我猜對了對不對 就看得出來 雖然大陸民意高漲 非台灣敵意很濃 可是大陸領導人在看這個問題 是什麼 雄而不罷 我很強大 但是我不阿罷 然後我還溫和處理所有的事情 做一個大國政治的責任 何況台灣問題在他們眼中 是一個中美架構底下的小問題 他幹嘛去動這個事 所以要緩和這個民意呢 就要多來往 多來往要有新聞效果 當然要邀請台灣知名度最高的人嘛 台灣知名度最高的 馬英九應該算其中一個吧 連韓國語知名度都沒太高啊 也許在大陸老百姓心中 所以找他去 這是一個很適當的人選 而且安排什麼 皇帝領祭祖大典 清明節 共產黨在安排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絕對是高手 台灣來的政黨都比不上了 為什麼是皇帝領的時間 為什麼清明 清明當然是祭祖嘛 那祭的皇帝就是祖先的話嘛 那皇帝祖先你就是中國人嘛 就差 這個才能解釋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種象徵性的動作擺出來 那大陸老百姓其實對 當然大陸的老百姓有錢罵馬英九 你這時候來幹什麼 可是 祖先耶 在祖先面前大家就 鄉人為族嘛 找不起來對不對 所以這個目的是要安撫大陸的一些民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為什麼要見習近平 要有一個場景 讓習近平很溫和的對台灣講話 那借助於誰最方便 就是馬英九談話嘛 馬英九看起來就不是一個很兇悍的人嘛 對不對 而習近平也不是哦 講話也是蠻溫和的哦 所以對於兩個人見面 他透過這個談話 來對台灣的老百姓 不是對台灣的政府 釋放他的想法 釋放他的想法 所以 這個是已經是很仔細去規劃過的行程 所以 馬英九才會講說見老朋友 請問你 趙樂際是他老朋友嗎 不是 這個 那個誰啊 那個王滬寧是老朋友嗎 也不是 對 你說丁薛祥是老朋友嗎 也不是 政自己常委 那幾個人怎麼數沒有一個老朋友 只有一個是他老朋友 什麼叫老朋友 我們見過面吃過飯的老朋友 對不對 就是習近平 那馬英九就已經透露說他跟老朋友見面了 那個老朋友不出來 那安排這個行程太不過意思了吧 對不對 那是你邀請我來的 不是我自己要來 我要不要趁你一頓飯對不對 所以是習近平邀請馬英九來 然後 老朋友見個面 那因為 大陸上也有個習慣 就是說 這個 最高領導人要見誰 沒有到最後一刻 他們來宣布的話 都不喜歡被人宣布啦 就像這兩天不是大陸在搞那個什麼 高等國家發展論壇嗎 全世界 哇那個大牌的CEO全部群聚 那華爾街就在那邊拆 李強怎麼不來見呢 我當時在另外一個有台節目 想說 李強不來見就表示習近平會來見 他說你怎麼那麼篤定 這些是世界上的大牌的CEO 習近平跑到那個什麼 舊金山的時候 這些人都來捧場了 那現在你把這些人請到北京來 你不出來 他外交理儀上說不過去 所以不是李強出來 那就是習近平出來嘛 不然你找誰啊 就沒有人可以找了嘛 就國家的位階體制是這樣運作嘛 他是國家主席耶 所以 後來果然被我猜中 習近平就出來見這些CEO們 所以對馬英九也是這種情形 第三個理由是 王滬寧是對台政策二把手 一把手是習近平 二把手是王滬寧 三把手是王毅 宋濤是四把手 簡單的排列大概順序是這樣子的 那已經很簡單的事情啊 夏立妍去誰借見 王滬寧二把手見 那馬英九有比夏立妍行情更差嗎 沒有嘛 所以這樣推論很簡單 他去就是一把手出來見面 就是習近平嘛 那見面是什麼 因為馬英九是民間身份啊 民間身份就規格就是嘛 就像這個習近平 建那個Bill Gates一樣嘛 兩個人翹翹聊天嘛 不要那麼正式嘛 不要坐三分板凳嘛 以前馬錫衛還要 兩個人都裝模作樣對不對 但是民間見民間友人嘛 就沒有那麼多的漢格啊 你說那個Bill Gates有沒有擺出 一封我大老闆的樣子 也沒有啊 那兩個人就很 那那個習近平主席有沒有擺出 說我是大國元首啊 也沒有啊 兩個人就像老朋友一樣聊天啊 談談事情啊 透過Bill Gates 釋放訊息給美國的民眾 他一樣道理 馬英九就透過馬英九的談話的過程裡面 來把消息示範給台灣的老百姓 那效果如何 那就等到結果出來再看嘛 但是兩個人見面 這個重頭戲一定會上演的嘛 對 不然馬英九去廣州 你們心裡有什麼好報的 沒什麼好報吧 對不對 大家也不會什麼特別注意嘛 大家就是那孩子們 那年輕孩子們交流而已嘛 那黃蒂玲 當然那個場面那麼壯觀 平常台灣也不太報 那這個時候馬英九去 我們大家懂 看的那個比較壯觀的場面 因為傳說是第一代老祖先嘛 那這個場面會特別的盛大 那進北京 難道他去北京吃小籠包嗎 當然不是嘛 他去北京就是要見習近平嘛 所以這樣的推論應該是正確的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佛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親 means 其 cuts 幸好 其中一個 八比 中駅 б遠 之 八